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5月14号的凤凰美洲快讯 我是Vicky陆景吉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 缅甸两枚炮弹在周四晚落入中国云南临仓市的镇康县 缅甸媒体指至少造成8人受伤 网上有消息流传只有4人死亡 另一方面一艘新加坡注册邮轮 14号聚报在波斯湾遭到伊朗革命卫队开火警告 阿联酋后来派出船只救援 邮船已经安全驶入阿联酋的阿里山港 目前邮船安全也没有船员受伤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您继续留意 晚上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让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星期四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海湾六国高级官员继续举行峰会 讨论中东问题包括可能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 以及伊拉克 叙利亚 野门和利比亚的武装冲突 此次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评估海湾国家的军事能力 以及美国的合作方式 海湾国家对目前美国与伊朗进行的核谈判表示担忧 并希望提升与美国的安全关系 这些国家担心核协议将提高伊朗在本地区的声望 同时削弱美国与其他海湾国家的关系 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关系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三说 美国很看重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安全关系 另一方面 5月12日晚美国费城附近发生火车脱轨事件 5月14日救援人员在事发现场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使得死亡人数增值8人 费城消防局局长索耶表示 目前有5名遇难者身份被证实 其他死者身份正在调查 脱轨火车司机的代表律师表示 目前司机完全不记得事发当时的任何细节 费城地区检察官威雷姆斯周三表示 现在确定是否进行刑事调查还为时过早 因为火车脱轨事故许多细节还没有出来 目前搜救人员仍然集中在现场 一些乘客仍然下落不明 据悉这是美国本土7年以来 最严重的一次火车致死事故 另一方面 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华盛顿 会见海湾六国领导人 希望与其讨论 合作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和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组织 而目前也门已经进入 五天人道主义停火协议 但在停火协议生效的第二天 沙特阿拉伯的武装直升机 攻击了反武装政府的营地 与此同时 伊拉克政府也向德黑兰方面寻求帮助 以联合驱逐伊斯兰国组织 在伊拉克的驻扎 尽管如此 相关研究机构 仍利用为期五天的停火时间 对也门进行人道主义救援 为上百万遭受数周袭击的难民 送钱 食物 燃料和药品 美国国卿克里13号表示 前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 将成为美国国务院的新任发言人 代理发言人哈夫则继续担任副发言人 克里赞美科比理解媒体是解释 美国外交政策的绝佳人选 科比曾经担任前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马伦的发言人 去年10月16号 科比罕见的和当时的发言人沙奇 共同在国务院举行简报 在沙奇转任白宫之后 科比接任了发言人的职位 回顾国务院近年来的历任发言人 从沙奇之前的卢兰 克劳利 哈默 以及麦克马克等等 都是文职官员 相较之下 拥有海军少校的职贤 又曾经担任五角大楼发言人的科比 是近年来比较少见的 好了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 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国会一个 由共和党控制的委员会 周三驳回了提高 美国铁路客运公司预算的提议 还批准大幅削减媒体预算 这个共和党控制的委员会 决定明年将媒体预算 削减2亿9千万美元 决定做出几个小时前 媒体一列客车 在费城发生事故 至少8人丧生 百余人受伤 有议员早先警告说 美国的铁路系统需要升级改造 俄勒冈州民主党众议员 迪法西奥说 媒体有一笔210亿美元 维修预算为付诸实施 铁路系统每框愈下 就目前的投资水平 即使不削减 也大概需要25至30年时间 才能达到运转良好状态 另一方面 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 日前表示 美国致力于南中国海地区的 航行与飞跃自由 在国务卿克里本周末 访问北京的时候 美方会让中国对此 没有任何疑问 此外国务院亚太助卿 拉塞尔下周将和东盟外长 在华盛顿举行会谈 拉塞尔称 美国在和中国与东盟的 有关会谈中一再强调 反对任何会导致不稳 单方面改变现行的行为 美国不但强化自己的能力 也将与盟友更加有效的合作 来促进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另一方面 美国众议院周三通过法案 禁止国家安全局 大规模监控及收集美国人资料 但下一步仍需等待参议院通过 这项美国自由法或众议院通过 被提倡隐私和民权人士 视为一大胜利 白公英表示支持改革 认为法案既保障隐私 亦保留重要国家安全机构 参议院中的改革派 和支持情报搜集的派 会就此法案出现冲突 法案禁止国安局大规模监控 美国民众的电话数据 包括电话号码 通话时间及长度 以及电子邮件和网页浏览记录 等电子资讯 最后一起来看看 加拿大方面的新闻 保守党籍的华裔国会议员 庄文浩13日表示 如果参议院否决他提交的 授予国会党团成员 更大权利的个人法案 那便是违反民意的行径 今年3月 在获得国会三党大多数成员支持下 庄文浩提交 志在平衡党会与国会议员之间 权利的个人法案 或国会众议院通过 可这项法案日前在参议院 遭遇强烈阻力 为了平衡总统办公室 与国会之间的权利 律师出身的庄文浩 已酝酿这项 制衡正当领袖权利的法案多年 另一方面 多伦多市公共汽车局 造价总计12亿5000万元的新劫车 目前首批正在交车 等待多市公共汽车局验收中 但是多市公共汽车局发言人 罗斯昨日表示 由于首批新街车制造有问题 因此多市公共汽车局 拒绝厂商交车 依照最初的时间表 目前应有50辆新街车 加入多市公共汽车局的运营中 但是由于制造延误之故 目前仅有5辆新街车 行驶在多伦多市的街头 有报道指出 这批有瑕疵的街车 包括车底层压材料 未能与其他零件粘合 车架下方也未能与四周 车身紧密结合并故 因此使得多市公共汽车局 在验收时拒绝交车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凤凰美洲快讯的全部内容了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您继续留意 晚上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新闻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进行订阅 我是Vicky陆景仪 感谢您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